好 光复乡 萤火虫七地除了大农大富的平森园区之外呢 拥有丰富动植物生态的马泰安湿地休闲农业区 萤火虫也现宗 去年首度推出赏银活动的新绿农园 也即将在3月18号起延续来办理 去年这个时刻首度推出马泰安湿地休闲农业区 赏银响宴的新绿农园 带领大家在湿地水池畔木栈道上 以及绿草大树间一探萤火虫的奇幻生态 而今年则将从3月18号开始发光登场 去年马泰安休去第一次办就是有关赏云的活动 那我们就是结合户外餐桌的概念 所以让游客可以先在傍晚还没有天完全暗的时候 可以看到湿地的全景的时候 在湿地里面先吃我们的风味餐盒 然后在天色渐渐暗之后 我们请专业的导覽老师 带你们进入湿地的战道去做赏银 那回想其实真的还不错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延续去年的方式 那我们今年的场地就是有升级了 我们今年就是在我们就是新整理好的 我们的茅草棚就是比较有气氛 光复香马滩湿地得田独厚的天然条件 再加上近几年农政单位 以及在地农民业者智力友善环境下 水漆型与陆漆型的萤火虫 也都大量栖息繁殖十分壮观 修区的新丽农园再度规划影响活动 也特别用在地出产的建筍 陆桥等当季时令农产 特制风味餐盒 在赏银的同时 也能保享农修区真材石料的好滋味 那目前因为天气已经回暖了 所以我们的解说班的陈班长说 我们现在的银框其实已经非常棒了 那我们第一场的活动会在3月18号 就开始有每个五六日 都有赏银的活动可以预约 那大家就可以上我们马泰安休闲农业区的粉丝专业 上面都有活动资讯 然后可以帮我们填表单做活动预约 马泰安新丽农园的影响活动 即将在3月18号闪闪登场 民众即日起可到马泰修区脸书粉丝业预约报名 每人只要499元 带领大家在湿地体验被点点萤火虫包围下 品尝道地风味特餐 再跟着生态解说员导览解说 不用人挤人 浪漫惬意地进行一场失地迎合影响之旅 记者10月蓝光复采访报道